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澳以前是一个小码头 几个老一村 波澳也就问他落地在波澳以后 波澳越成年了 二十年来 波澳发展了很多行业 很多产业 这个小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想以前的波澳 那个一村的记忆 我想是通过这个酒吧 现在是一个文理的综合体 通过这一方时空 波澳以前的记忆 以前的样子把它保留下来 这一点也成为吸引很多人的一个特点 我想波澳他需要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波澳那个 周冬潭明会每年在这里开 还有很多公司啊 很多外店来这里投资 但是波澳除了一些五星期酒店 小镇上其实是没有太多地方可去的 所以我就想做这么一个地方 没有体现当地文化 体现当地的瑜伽这种风情 所以我就有了这个想法 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有瑜伽文化特点的酒吧 现在它已经是变成了一个文理的综合项目 有了波澳这论坛以后 因为论坛这种会展设施的建设 有了五星期酒店 道路啊一些公共配套啊也都发展起来 还有波澳的这个有关的经济开发也起来 那现在波澳都有机场 都有动车站 还有国家这个南海博物馆 是整个国家的项目都发展起来 现在波澳已经是国家的平原小镇 小镇的人啊的生活啊工作啊经济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也正是因为这个波澳这论坛 我们才有了这个机翼 外面的人进来了 这个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所以就有了这个市场的需求 所以海的故事是随着波澳论坛 一年一年的这个在这里的发展 小镇也在发展 我们海的故事也在 越做越好 现在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跟一个支援 但是我要想的是 首先是还要把自己做好 把自己的产品把品质做好 产品好了自然会引起一个关注 波澳的地方自然好 这个很美 在海边的一个小镇 非常的有吸引力 在未来海南这个自贸港 我自己由消费中心这种背景下 把我这个吸引来越来越多的人 加多汉 水 流域 水